今天和各位一起 以有价值的人生为主题 来查考一下上帝的话语 今天和各位一起 好像前几天才迎来2019年 但是现在一年又快过去一半了 在这半年的时间里 我们过了有价值的生活吗 还是被其他虚空 虚无的事物所迷惑 浪费了半年的时间呢 我们要仔细想一想 究竟应该将价值放在哪里去生活才行 在过原始生活时 非洲原住民若拥有许多石头 那么在当时的社会团体中 就会被视为巨大的价值 所以若想买好东西 只要给对方一块大石头 那么就能换来香蕉或其他食物 以及打猎时需要的各种工具 用一块石头换取一个食物 这在我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 但在那个社会 却认为石头是非常有价值的事物 若仔细思考这些问题可知 生活在文明社会的人和那些远离文明 生活在未开化环境中的人 就像他们的价值观不同一样 这地上的价值和天国的价值 也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 那么我们生活至今 是在过着有价值的生活呢 还是当人生结束时 也没有任何收获 将时间都浪费在虚无虚空的世上 为那些事拼命 付出青春 赌上人生呢 是否将青春的热情都倾注在 那种虚无虚空的世上呢 我们要想一想这些问题才行 人生用英语怎么说呢 Life虽然也对 但应该叫必吸地 第一次听说必吸地是吧 B是birth 指的是出生 C是Choice 出生后到死亡为止 人一直都在不断地做出选择 最后的D是Des 即死亡 人们虽称人生为必吸地 但会以必吸地结束吗 还有E E是什么呢 Eternal Life 死亡并不是一切的终结 其后还有是受永远的痛苦 还是享受永生这条岔路 因此才说 人生不是必吸地 而是必吸地义 是吧 若思考这些问题 我们就能充分理解 什么是有价值的人生 什么是有价值的生活 各位认为上帝究竟有多么爱我们呢 通过圣经话语来看 上帝为了拯救我们 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 为我们赴死 这样为我们费心 努力 牺牲 奉献的人 就是我们的上帝 即便要承受十字架的痛苦和牺牲 要受被造物们的嘲笑和逼迫 但只要能拯救子女 就甘愿承受 这所有苦难和困苦的人 就是我们的天上父亲和天上母亲 所以 上帝真心想要告诉所有子女 有价值的人生和生活是什么不是吗 若各位有心爱的子女 当提到子女未来时 各位会让子女长大后做什么呢 会让他们做盗贼吗 会让他们做强盗吗 恐怕没有一位这么说的父母 对于自己心爱的子女 会让他们长大后做什么呢 为了让他们将来 受世人尊敬会说 你以后成为医生 法官 检察官 或总统吧 父母一般都会这样 对子女们说不是吗 那么 我们的上帝会如何呢 上帝也同样 上帝希望天上儿女们都能过 对未来最有益 有价值 耀眼的人生 所以上帝让我们做什么呢 你们要在撒玛利亚直到地级 做我的见证 上帝知道我们人类的过去 开始和结尾 所以以赛亚书46章中记录说 上帝从起初就指明了末后 创造并运营地球 并为了让我们人类居住在这里 而创造了这样的空间 上帝希望上帝的儿女 都能过最有价值的人生 因此才说 你们要去撒玛利亚直到地级 做我的见证 又在哥林多后书三章 给予话语说 都成为新月的同工吧 我们在这地上生活时 很难明白天国世界的生活 多么有价值 以这地上三次元的眼光 和三次元的分辨力很难理解 在过去文明还不发达的时代 非洲原住民家里堆积许多石头 就会感到满足 但是各位现在会羡慕家里 有许多石头的人吗 一点也不会羡慕 因为我们在路边 要多少就能捡到多少 可是非洲原住民 却因有石头感到满足 同样 在天国天使们看到这地上的人 也会感到特别遗憾 会想 怎么能将人生的价值 放在这地上而生活呢 上帝为了小于我们 在我们进入 Eternal Life的过程中 怎样的人生 才是最有价值的人生 而吩咐我们说 你们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将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给他们 成为新约的同工 做我的见证吧 在这地上的父母 也希望子女们都能过 最耀眼最有价值的人生 我们的天上父母 上帝 为了让我们过最耀眼 最有价值的人生 而要求并希望和盼望的 就是让我们做 见证上帝的证人 能够以新约同工度过人生 在圣经66卷任何一处 上帝从未说过 你要成为医生 律师 教师 教授 哪怕是一次 耶稣说过这种话吗 从来没有 为什么呢 天国的价值 以这地上的价值标准是无法分辨的 但上帝却非常清楚 天国里最有价值的事是什么 因此 但一里也说 那是多人皈依的 必发光如星 直到永永远远 蛮黄时代的部落原住民 若以他们的人生价值来看 我们会如何呢 在文明社会 用一张纸片就能换来房子 给一张纸片就能换来面包 他们看到此场面会怎么想呢 原住民们会想 这些人都疯了 只是一张纸 一旦扔掉就什么都不是了 可是却能换来那么好的房子和大量面包 在未开化世界和文明世界里生活的人们 互相都无法理解对方 在这地上生活的人 完全不理解那些为了天国而生活的人 但这地上的生活却很短暂 只是暂时的 但是天国的生活却怎样呢 是永远的 当我们结束BCD过程 进入E过程中时 许多人会像以扫一样垂地痛哭 说 我父啊 你没有给我留下一点福吗 一丁点都没留给我吗 定会有这么哀求的人 各位 我们在生活的过程中 不能轻忽圣经中的任何一个教导 最爱我们 最珍惜我们的上帝 为了我们不惜被钉十字架 为了我们付出生命 为了我们承受嘲笑 藐视和侮辱 上帝是创造主 却因那些被造物而经历苦难 为了我们承受了这所有的煎熬 我们要铭记上帝这伟大的爱 要想一想 上帝是为了给予最爱的子女们什么 才让我们从撒玛利亚直到地级 做他的见证 让我们做新约的同工呢 我们有必要思考一下此问题 不是吗 这地上的人 无法理解天上的生活 天上的天使和灵物们 也无法理解这地上人们的生活 居然为了那一张纸而拼命 居然为了那些事 浪费掉上帝赐予的宝贵时间 各位 我们要正确知道 什么是有价值的人生 什么是有价值的生活才行 所以 在生与死的必和地之间 是西及Choice 就是选择不是吗 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 要选择什么才行呢 上帝为何让我们在撒玛利亚直到地级 做他的见证呢 因为上帝知道 给他做见证的人生 是这地上最有价值的人生 是最佳的生活 一起看一下《使徒行传》一章话语 看《使徒行传》一章六节 他们聚集的时候 问耶稣说 主啊 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 耶稣对他们说 复平着自己的权柄锁定的时候日期 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到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 做什么呢 做我的见证 做我的见证 所有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 都成为优秀的人 所以 做基督见证人的人生 是优秀的人生呢 还是拙劣的人生呢 上帝比任何人都清楚地知道 这是优秀的人生 还是悲惨的人生 若我们能在这地上永远生活 当然要迎合这地上的体系和制度 可这地上的生活 注定会在某一时刻结束 有的人在六十年后 有的人在七十年后 有的人在八十年后 但有的人会在婴儿时 有的人在十几岁时 有的人在二十几岁时就结束人生 所有人都不可避免地会迎来 人生时钟停摆的时刻 人生绝不是能转动几百年的时钟 那么在这转瞬即逝的世界 我们就不能将人生的价值和目标 放在这地上 而要将我们的目标 放在永永远远的天国才行 不是吗 现在我们有时 还不能完全明白 拯救一个灵魂是多么有价值的事 有的人可能是因为上帝让这么做 所以才做 但这却是我们将财宝积累在天上的事 是让我们超越天上众星 得到巨大荣耀之事 是让这荣耀在天上发光直到永永远远的事 所以耶稣在这地上升天之前 最后嘱咐子女们说 你们要在撒玛利亚直到地级 做我的见证 今天在座的西安家族 以及全国全世界所有的西安家族 都是追求上帝所吩咐的 最有价值的人生之人 一起看一下哥林多后书 三章四节话语 我们因基督 所以在上帝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 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 我们所能承担的 乃是出于上帝 他叫我们能承担什么呢 这新约的指示 不是凭着字句 乃是凭着经意 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 经意是叫人活 上帝洗约我们做新约的同工 在这地上 若是谁家出了一位大法院院长 或是出了一位国务总理 出了一位总统 那么所有人都会认为 这是家里的喜事 是家族的荣耀 那么我们的天国又是怎样的呢 在这地上三次元的人生中 成为总统 总理或国王 可以说就是抵达了人生的巅峰 那么在天国上帝认为最高的身份是什么呢 这根本不必多说 若这不是有价值的位置 上帝会劝勉我们做这事工吗 在撒玛利亚直到第一集做我的见证 以及在哥林多后书三章中小玉的 做新约同工的人生 现在人们不明白它的价值 我们小时候 在上学时 父母常常说 你要努力学习 可是当时我们不明白 为何要努力学习 但步入社会后就会明白 父母是因为爱我 所以才那么劝告了我 父母不是为了剥夺我的自由 而是为了让我有光明的未来 就像我们以后才会明白这个道理一样 当我们回到永远的天国故乡时 也会明白 你要努力传道 那么就会赐予你掌管五座城的权柄 赚两钉银子的 就会给他掌管两座城的权柄 赚十钉银子的 就赐予他掌管十座城的权柄 上帝为何通过这么多比喻 说了这些内容呢 现在我们在地上通过传道 拯救了一个灵魂 能感受到掌管一座城的权柄吗 因为拯救了十个灵魂 就赐予掌管十座城的权柄 但现在我们有感觉吗 所以上帝希望我们怎样呢 希望我们都能具备信心 因为必会赐予我们这种荣耀和祝福 所以上帝才要求我们要具备信心 上帝在这逃成世界里 已经赐予了充分悔改的时间 在此期间 正确理解上帝的旨意 追求这种有价值的人生之人 当他们回到永远的天国时会怎样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但一里书十二章一节 看十二章一节话语 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 米加勒必站起来 并且有大艰难 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 没有这样的 你本国的民中 凡名录在侧上的 必得拯救 睡在尘埃中的 必有多人复醒 其中有得永生的 有受羞辱 永远被证悟的 智慧人必发光 如同天上的光 那是多人皈依的 必怎样呢 发光如星 直到永永远远 上帝通过圣经 时刻都在教导 教育地上的人类 上帝的旨意 要过有价值的人生 可以说 这就是上帝所要求的 最重要的核心内容 上帝让我们过的 并不是暂时存在 暂时拥有后 就要舍弃的人生 而是要我们选择 永远拥有 美好事物的永生 上帝始终 都在如此要求我们 不是吗 现今 我们正在过 有价值的人生 我们仰望上帝 我们选择了 天国所承认的诫命 我们现在祈祷 也是在天国 所承认的祈祷 不是吗 我们领受的敬礼 也是奉父 子 圣灵的名受的敬礼 为了过上帝 所承认的 最有价值的人生 我们都在跟随 上帝所吩咐的 那条道路而行 可是 人们却被那些 没有价值的事 所迷惑 引诱 被转瞬即逝的事 蒙蔽双眼 因为这些 是能切身感受到的内容 比起过这种生活 我们要更加盼望 眼所不见的永恒天国才行 因此 许多人都说 这世上的生活 如同客旅人生 不是吗 客旅生活 就是暂住几日后离开 宿舍 也是住两三天 就要离开的地方 那里不是永远的故乡 不是定居地 许多人嘴上虽然这么说 但却好像会永远在这地上 生活一样度日 我们真正的人生 在永远的天国 因为永远的天国 已经近在眼前 所以我们不能留恋在地上的生活 要更加重视天上的生活才行 我们都要拥有这种信仰 不是吗 再来查看一下西伯来书十一章话语 西伯来书十一章一节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 我们因这信 就知道诸世界是借上帝的话造成的 这样所看见的 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 亚伯因这信 献祭于上帝 比该隐所献得更美 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 就是上帝指他礼物做的见证 他虽然死了 却因这信 仍旧说话 以诺因这信 被接去 不至于见死 人也找不着他 因为上帝已经把他接去了 只是他被接去一先 已经得了上帝喜悦他的名证 人非有信就怎样呢 不能得上帝的喜悦 在这地上也有许多人 与自己父母的期望相悖 没能过父母所希望的人生 也有许多这样的子女 父母始终希望的 就是自己的子女 在这世上 能度过最了不起的人生 我们的上帝也同样 上帝以多种方式教导我们 希望我们能过最佳的人生 这就是新约真理之道不是吗 上帝让我们走新约的人生之路 所以当我们人生 始终的发条松弛 时真 分真 秒真都停止之日 我们经过BCD的过程 最终都会进入 Eternal Life这永恒的世界 当那日上帝会说 你确实度过了有意义的人生 上帝会对挪亚说什么呢 会如何评价亚伯拉罕的人生呢 亚伯拉罕 你的人生真是一塌糊涂 上帝会这么说吗 会对使徒保罗说 保罗 你怎么总是被鞭打呢 你的人生真不像话 太没有价值了 上帝会这么说吗 上帝会让他们站在 最耀眼的位置不是吗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 我们不能以现在 三次元的眼光和感觉 去理解四次元 五次元的天上世界 因为我们无法理解 更高层次世界的事 所以上帝才亲自来临 教导了我们此话语不是吗 上帝说 我把一切都放在这里面了 你们至少要度过这样的人生 才能回到天国 各位 让我们再次想一想 在这地上什么样的人生 才是最有价值吧 今天好像又有去参加 长短期宣教的家人 来到了这里 各位都是选择了最有价值 人生的人 在这地上的衣食住行 无论是富翁还是穷人 这种生活模式都是一样的 领悟之后发现确实如此不是吗 我们可以假设一下 富人和穷人都在七十岁死亡 这有什么差异呢 没什么差异 在七十年的时间里 财主和穷人都是一日三餐 穷人会敞开肚子吃 富人没钱的时候 过得很舒坦 但有钱成了富人之后 却会担心 哎呀 若是有人偷走我的钱怎么办 所以为了防盗购买保险柜 觉得一般的保险柜不可靠 又去购买旋钮式保险柜 出门也担心 会不会有盗贼来偷走它 因为担心失窃 所以时刻处于紧张状态 还担心若是起火 这些都烧光了怎么办 富人在这种状态下度过七十年 即便如此 他们的生活与一般人相比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之处 穷人的生活也一样 在七八十年的人生当中 基本上都会有相似的忧虑 相似的愁烦 会如此同样地度过所有的时间 而且当离开这地的那日 就像亚历山大大帝说的一样 我空手而来 空手而去 他死前留遗言说 要将他的手露在关外 他为什么留下了这种遗言呢 来到这地上时 想要抓住什么 想要拥有全世界而 孤孤坠地 但在离世时 却领悟到了什么呢 什么也带不走 所以不要像我一样生活 他留下了这样的教训后离开了 这不是我们能一笑而过的事 因为所有人类都如此 所以在这地上要怎样呢 不能忘记我们在地上 是客旅和寄居的 要过上帝所喜悦的人生才行不是吗 我们接着西伯来书十一章的内容来 继续查看一下吧 看十三节话语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 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却从远处望见 且欢喜迎接 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过什么生活的人呢 他们并没有将这地视为 要永远生活的地方而生活 这些人都是怎样生活的呢 亚伯因着信 以诺因着信 挪亚因着信 亚伯拉罕因着信 撒拉因着信 查看西伯来书十一章能够发现 因信而生活的人 全都在这地上度过了 如客旅 如寄居之人一样的生活 也就是说 他们都认识到了 这地上的生活很短暂 所以才出现了 像挪亚一样的信心 像亚伯拉罕一样的信心 像保罗一样的信心 和像彼得一样的信心不是吗 若以为这地上的生活 会持续到永远 心怀这种想法 生活的人 不会拥有对天国的盼望 也无法知道天国的价值 甚至会遗忘 上帝给打开的悔改之路 我们若是去某地旅游 也只是暂时在那里停留 最终还是会回家 而不会永远在那里生活 不是吗 各位 在今天这安息日里 我们也通过信心的先知者们 来学习一下 在我们的人生中 何为最有价值的生活吧 这地上的人生 是转瞬即逝的人生 是如客旅和寄居般的生活 我们都要将此铭记于心 希望我们在这地上 都能为得到 在天国发光 直到永远的荣耀冠冕做准备 都能进入永恒的天国故乡 我们没必要 为这地上的生活感到后悔 因为在天上都会怎样呢 都会为我们积攒 这地上的 即便积攒再多 若有盗贼来偷 就会失去一切 但天上的却怎样呢 会不断地积累 所以我们要将 零的财宝积攒在天上才行 我们若记住 我们在世上是客旅 是寄居的 是过异地生活 这地球只是短暂居住后 就会离开的场所 我们就可以像亚伯 以诺 挪亚 亚伯拉罕一样 因着信而活 在这个安息日 上帝让我们通过圣经认识到 我们都可以进入这得救的行列之中 希望我们都能照父亲母亲的教导 过最有价值的人生 最有价值的生活 在这地上 积累许多的资历固然很好 但还是多多积累天上的资历吧 因为天国资历才是永恒的资历 这地上的事物只是暂时属于我们 当我们离开时 就会失去一切 再来看一下十三节话语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 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却从远处望见 且欢喜迎接 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 是寄居的 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 自己要找一个家乡 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 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就是在哪里的呢 在天上的 所以上帝被称为他们的上帝 并不以为此 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 伟大 神圣 耀眼 美丽的一座城 经上说 谁有这种信心而生活的人 上帝被称为他们的上帝 并不以为此 希望我们都能过 这种有价值的人生 将荣耀归于上帝的蒙福的人生 以此结束今天的话语 谢谢 谢谢